他送到主的一啥不一啥 你跟他老公里 他忍住了 老李你今天 我就跟你同歸 周老师 我们家就在这 这边是吧 你死老头的时候 今天可能是回来了 装毒的 他他妈能装毒的呢 行没事 这个很明确的一个债务 今天给他要回来了 这个他妈能装毒 你看他在那家 来走看看 老李 老李 我来啊 怎么的 你怎么来了 有些事咱俩就能解决解决 你干什么呀 你别管谁是啥事 来来来 咱们 跟我还没离着咱们 来来来 把嘴巴放开 先不要误会啊 我先给你们简单的 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北京律师事务所的 我姓周 声明法务老师 那么今天受你老婆的委托 徐女士的委托 来和你们协商 你在婚前 为人家借了一笔 二十万的欠款的问题 对吧 有没有这事我先问你 不是你找他来干什么呀 我找他来个解决问题 咱们不让他冷嘴 做解决问题 把那口子漏开 咱们不激动 咱们不激动 怎么漏是离开的呀 咱先不激动啊 你看到没 他妈的 你转一个位置来干什么呀 来李先生 咱们双方都不要先激动 好吧 咱们现在还没理呢 还是两口子对吧 对啊 所以说今天啊 咱们是奔着先 友好结伤来的 双方都先不用激动啊 我也知道 你们两口子啊 这个是 还想破到头了 我知道 你们是半个夫妻 对吧 你们感情的问题 我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啊 但是我现在问的是 什么东西啊 你在婚前 对吧 你们两个产生了感情 然后问他借了一个20万 说用于投资 带着他来挣钱 对啊 我带着他挣钱 他也找你骗人 你大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等一个发生 20万人来保护 他能要你 给你 来 李先生 包括徐女士啊 咱们情绪都先平稳一下 先不用这么继续 平稳不了 见到他 我这气都都全上来了 我还滚炉子你不 来咱 两口 咱们先不要说脏话 好吧 你们还是两口子 我先把这个事给你们还原一下 也就是说 大概在十个月以前 你们还是恋爱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李先生 李总 对吧 在外边 李总 来来来 咱先不说 就是您 您为人大方 出手很大方 很厂的呀 咱们能装逼了 咱先不说这个 我装逼 缺你吃醉你喝了 他们金银首饰手 给你买了 咱先不用说这个 这边挺的事 咱先不用说 金银首饰的事 你们这个结婚的 这个你给他买的 戒指项链 他也给你买 我都给我给他买了 没有错 包括你戴 他什么不给他买 他能像上我吗 能不能听我说 骗子 你说 我听你说 来听好了 把这个事先给你们说好了 在十个月以前 你们 你为人大方 然后呢 开一个豪车 是吧 哎呀 那保持节 二十手 我有一天 咱先不说那个吧 几手的 二手的也好 三手也好 咱就说啊 包括许女士也是 看中你这个呢 财力 我那么瞎眼 为人也比较大方 这个很敞亮 当时呢 所有的这个 表现出的感觉 一个钻石王老五的感觉 那么然后 你们俩就恋恋了 后来一打听 对不对 你是有家庭的 对吧 许女士 我知道 我为了怕 我昏都离了 我相遇实话啊 你们感情的事 我不想参与 但是我今天 今天来了 他是我的委托人 把这个事给你们说完 当初你们两个人 都是已婚的状态 你有老婆 你有老公 那么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给人许诺 跟你过 所以说 你先不用说 你怎么发言交语啊 公议 好嘞 咱们这个事 一个八两拍不响 对不对 你也是有老婆的情况下 给人送什么花 买什么项链 好了 惊动了 然后 你说跟你过 回去和人老公离了 离完婚 你傻眼了吗 好 离完婚就找你 你说他要和人家过呀 我傻什么眼 我一点是 都不在傻眼 我就说我什么傻眼 我告诉你啊 你穿到人家把 你怎么也俩都不成心 跟我过日 我怎么都不成心 你心气什么呀 我是耗着时间知道吗 我给他耗时间 我能多分财产 你知道吗 你懂什么呀 你懂什么呀 行了行了 你怎么有精神 好了好了 你们感情的破晒 我不想参与了 总之 你让人家把婚离了 离了之后 你半天不离 过了三四个月 你才你才把婚离了 他等不及了 然后你也把婚离了 然后你们俩觉得是真爱啊 在一块儿 要白头显老的 嗨 我说实话 这个年纪还弄得满城风雨 人静皆知 还办了一场婚礼 好了 办了婚礼 这下开笑话了吧 不是你表现的那一样的 周老师 现在看的就是 那他们送到处的 一啥不一啥 你跟我老公你 他也罪了 我给你把婚离 我给我盾提你吧 来来来 这样啊 咱们都先不用激动 我先把这个设施完 好了 这个啊 你们是痛快了 你以为找到了一个贤妻良母 你以为找到了一个 钻石王老公 这啥呀老李 这啥呀 你说这啥 这是我跟你说的东西 那你拿着东西滚蛋 过这一辈子 你就把拿这个啥子 咱们都给你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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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动手 咱不动手 动手就没理了 老师你看看我这屋 我知道啊 身为一个女人 不归着屋 不做饭 你用我药的干什么药 你还要我在这做饭 你不帮你 你不去了啦 你生生日常知道吗 好了好了 感情的事 我真的不想参与了 来 我 你们感情那些破线 我不想参与了 我告诉你 这个像一个巴掌拍不了 你有你的问题 包括李先生 你也有你的问题 你既然已经二婚了 已经娶了人家 对吧 一心一意不就行了吗 你后来又找 又勾搭这个 勾搭那个 天天开着保时鞋 这个好看 那个大肠腿 给人家找一笔钱 好了 咱们不是 这是一个男人 知道吗 这个 男人的心 你知道吗 再不是 好了 他们没有这心 我的工程能搞这么大吗 可别以为你的工程了 你别以为你好 你别以为你那点臭事 我不知道知道吗 好了 咱们别相互接老底了 我告诉你 今天老底 你们两个 说句实话 都有点问题 我不多说了 今天这样 我在明确表示 我受徐女士的委托 今天来找你的核心的目的是 婚前 你以借的名义 拿走一个二十万 说带着他挣钱 对 说一个月 说让我发家 说一个月利润就有五万块钱 过不了几个月 年本代曆 全部给他 说你干工程 对吧 你还给他展示了你的余额 对吧 上个月挣了二十万 投一百万 挣二十万 他投五万 他投过二十万 能挣五万 好没有问题 来听好了 你他妈妈 我这俩是全给一个外人说了 来你先不用说外人 这个东西 你们的聊天记录 包括你们的通话录音 包括你们语音 微信的语音 都是有证据的 确实转了你二十万 这个事我先问你 承认对不对 我承认啊 好没有问题 那后来你们两个 发生到恋爱感情 这个钱就不了了之了 对啊 也没人提 是正常吗 好 现在是 许女士是我的委托人 要求我 帮她和你协商 这二十万必须一分不到 我要还给她 因为这是一个借责 我为什么要还给你啊 你们一开始 原来每个月不收了 太过钱 这男人都把钱 上山了吗 我给你十万 让你拿这十万 别人都够十万 还挺好了啊 你还在做利息呢 咱们有一码说一码 第一 你们婚后啊 没有共同财产 这个房子是你的 对不对 也不撑着 所以说你们也哥哥哥的 这个呢 人家我的委托人 也明确表示 这个房子我不要 这个婚后啊 你挣了二十万 三十万也无所谓 人家现在也不分 你这笔钱 对不对 但是这个婚前 借的这二十万 必须要一分不少的 还回来 这个是法律上面的规定 还不出来 他们两股 哪有还钱的呀 我告诉你啊 你们现在是两口子 但是这个借责关系 发生于 你们领结婚证之前 况且 你们现在这个状态 我看了 这三个月没生活了 这个家 你也是没回来 他也是没回来 导致这个家 我就不说了 这个家 你就是我 你一个人 你说我回来有办公宗 你有啥身份 咱们 你就是有个身份证 徐女士 我再明确问一点 这个婚 你是继续过 还是离 你告诉我 不过了 一天都可能过了 有什么 这样啊 现在也不过了 但是呢 婚这个事比较好办 就直接去民政局办 也没有什么夫妻财产 领离婚证就行了 你这边 你出户我就同意 我评论呢 来来来 来来 那听好了 你们现在就没有夫妻共同财产 唯一可能你婚后 你们一共就结了三四个月婚 对啊 什么都没有 好吧 所以说那个 那个你这几个月的收入 人家也没提出来 但是 这个二十万 这个借贷 必须一分不少的还 我今天来 你们感谢上 我真的不想参与他 你给一个话 室观话 这个二十万能不能还过 我说人 能不能还 就这个还还不了 是吗 能不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 你以为你 不还啊 咱俩听一句话 你以为你干吗 我真的告诉你 你们一查 我死在一遍 你这俩臭事 你别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怎么着要查臭事 来咱 咱了咱了 刚才那个电话 谁给你打的 没有电话 哪有电话 没有电话 没有 你别给我装 你不要以为 你跟你签伏在这 臭事我不知道 我跟钱 我结婚了 现在签伏 嘔断死了 你谁又来了 你给我看看这是谁 你为什么不接 你现在把这电话给我打过去 看看这人是谁 你管是谁 你管是谁 你管呢 来来来 好 我再凝确一点啊 你们感情的事我不管了 今天来受虚拟事会委托 很简单 你们愿意离就离 愿意过就过 好吧 就是这样是吧 还是要要回来是吗 必须的 好 那就 而且还得历史 他在外面 从头还要花块钱呢 来来来 他现在跟他签伏 来来来 同段时间 就照明他给我 我跟他没有证呢 他肯定婚离出轨 行了行了 你也不要 说他 他也不是啥好玩意 我刚才说了 感情的事我不管 还有你 他那个手机里边 你和别的女孩 开房子事我都不说了 转账记录都有 我也不想提这些事啊 就你们感情的事 我管不了 那今天呢 我就再跟你最后说一点 这个二十万是婚钱的 你借贷关系 名利借的 那么欠贷还钱 天经利益 你也是当老板的 你也是做买卖的 所以说这个钱必须要还 如果不还 我今天不想扯你们感情的 我已经脑子大了啊 如果不还 我带着有条证据 直接递交到人民法院 去起诉 那这个胜诉判决 拿到就是一个 时间早晚的问题 拿到胜诉判决 你的银行卡账户 一定会被冻结查封吗 我们申请梁子执行 对不对 你到时候也会 一分不少的还 和你们夫妻和感情的事 我不参与 那是你们两口 愿意离就离 愿意过就好好过 这二十万 既然我接受了这个委托 就不需要还 这是其一啊 这个钱你就赶快还了 如果说不还 我现在生意属于第五十天 小小老师 当然你没有 我现在也没有钱 来来来 咱俩夫妻一场 我给你十万 行不行 你干嘛给我十万 来听好了 听我说 不是我婚钱贷产 李先生啊 就夫妻一场 你们可以分割的是 夫妻的共同财产 婚钱的个人财产 个人债务 和婚后没有关系 我现在没有啊 你不要说你没有啊 像保时捷 虽然是这二手的 店里开的 卖了也能值个十几万 你不可能手上 那是我一个生意人的腿 我不能没有腿 那是做奴子的脸面 行了行了 好了 你们两个 哎呀 真是 来我再跟你说重一点啊 不要跟我说没钱的事 你有房子 你有车 你还所谓的大生意 有工程 我就不管 这个钱必须今天一分不少的还 我刚跟你说了 如果说不行 那我们直接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把你变成一个老赖 你飞机高姐做不了 你的银行卡支付宝会被冻结 查封直接划扣 如果胆改在这个过程当中转移 那么你就触犯了刑法313条的规定 有能力偿还 据不偿还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然了 说真的啊 你们我不管谁的对错 毕竟也有过一段感情 我不希望闹到走到强制执行那一步 今天还了就没事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真的把你列为 痴性人员黑名单 你也有孩子 对不对 虽然你和你前妻离了 但是你也有亲生的孩子 对啊 到时候 对你儿子也就刚刚大学毕业吗 对不对 你跟我说 别扯着玩 我告诉你 我说真的 你介于你们这个关系啊 我不想 我不想走到这一步啊 让我的委托人 那么你把这个钱还了就没错 如果真走到那一步 你孩子考工考编 这些上学以后 好的工作正审都会受到影响 好吧 我说真的 我是友好的协商 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如果不行的话 那么既然已经接受了委托 这是一个债务纠困 我就直接带着他走 咱俩夫妻一场 我现在手上 别咱俩夫妻 来来来 咱俩夫妻 我先给你十万 没有没有 是这样的啊 李先生 你的经济实力啊 我也有所耳闻啊 可能没有外边传的那么夸张 但是你手上拿出个五六十万 线权还是很清楚 对吧 你是在内不修编户 在外是光鲜亮丽 对不对 可他们能转 我的生意需要周转 我不管那些 好我就再问你一遍 今天 屈女士 我接受你的委托 也跟你都该说的说完了 你这个事情 明确的一个债务纠纷 钱可以一分不少拿回来 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老李你今天 你不是要起诉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我给你他妈的 咱俩一点情面都没有吗 情面吗 这是情面吗 你给我拿啥 你什么的 咱咱不说 他就能找你啥 你咱要干说 你把这要放你的 你要干说 你把什么卡号给我拿来 我给你 你拿的东西滚蛋 我都留着给你吧 我再给你 好了 把这些钱一分不少的还 我最后问你还还不还 我给你走 我给你 给 来来来 把银行卡号拿出来 他那会有我那个那个卡 歹都不够负人心 来来来 这是公华 公华卡的卡号 对 那就转过 我气死了 来 20万一分不少的还回来 我给你 我给你 咱们谈感情就谈谈 谈钱就谈钱 啊 你这玩意就留着跟你找小三 你不要 我不要 君女士 你也不要说 你也不要说 老师你看银子 收到了 你看收到了吗 短信 也会 都会延迟 好了 收到是吧 那这样啊 收到了哪里一动有鬼 我不要了 那这样啊 你们是 你是后一份走 还是 我跟你一块手说 你行吧 咱俩那啥 我还一刻 明天后天咱俩就离婚间 咱俩丢水不放火水 我等了你 好了 您就 我说我的阳光道 我问你 你好事为止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你们 我不说了 跟他们 你搞什么 拔被血没了 我都 朋友们 如果说您身边 也有类似的纠纷 那么也欢迎大家 来和我聊一聊